歡迎收看媽媽好生 小孩子的節日 媽媽的節日 小孩子的生日我都覺得是母親生日 生日會都可以到四十幾個人 先準備了一萬CC的新鮮餡打果汁 一萬一萬 最慘的是生日到完全沒有人 喔喔喔 這個月收口水的時候 我們要幫他自己DIY 就是那個兇血餅乾 我兒子因為太想吃了 他上次把一整盤拉下來 整盤都壞了 藍色好像邋遢的便 就在地上打滾 然後那女生就從那個樓梯上面 疊下來了 然後整個現場就亂七八糟 然後我嚇到 幫小孩過節日為何變成災難日 今天請到六位好生媽媽 和老公好友代表 分享為了幫孩子過一個難忘的節日 媽媽可以經歷多少艱辛 苦難與挫折 精彩內容馬上開始 現在的媽媽 越來越關心孩子在學校的生活 所以老師 也開始發揮創意 要把媽媽搞死 不是 就是要 要讓媽媽覺得我沒有在做事 對 可是這其實對我有點困擾 怎麼說 因為萬聖節要慶祝 是 聖誕節也有活動 是 完全沒聽過的節也要偷偷搭 每個月每兩月就有一個大型的活動 對啊 第一次發生很興奮 拿著相機然後自拍棒 弄得很厲害有沒有 等身 對 後面配備越來越少 我們都走人去 對小班中班到大班的最後那一次的時候 就是我們小孩可以請假嗎 對 而且我覺得之前啊 也是那種幼稚園還有那種文旦姐 就是小朋友弄文旦 然後做造型 我們還要上網去投票 看哪個小朋友 就是哇好興奮 到最後覺得 可不可以不要過這些姐好累 對 對 而且我覺得很擔心的是 媽媽之間會比較 小孩之間也會比較 對 也是我之前買一個蛋糕給我小侄女 然後那個蛋糕我就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就是黑黑的 可是打開起來還真的就是黑黑的 因為就巧克力 它沒有什麼Hello Kitty或什麼之類 對 然後你就看到我小侄女 她回來心情不好 我說你怎麼 她說因為蛋糕一打開的時候 旁邊就有小朋友說 好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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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海頓媽的小孩 有 有 有生產 我媽媽都做的是人臉 妳的怎麼都黑黑的 對啊 奇可 這真的很難對不對 尤其過生日的時候 對啊 因為像我就覺得真的 生日是最麻煩的 因為海頓他其實 因為過生日覺得我們是滿重視的 所以就大概一個月前開始準備 然後前幾天就開始烤點心烤蛋糕 然後還要發邀請函喔 有一年是那個 我記得他三歲生日 然後呢 他這個我有帶照片來 就是他的賽車趴 哇 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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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那個軌道嗎 那個是我用黑色的塑膠袋 然後再黏白色的 當作賽車軌道 妳真的很操縱耶 最有用心 這是一個賽車主題趴 然後桌上也都 鋪黑色的那個塑膠袋 這樣有個好處就是到時候 公圈店比較好 對 那他們玩得很開心嗎 小孩超愛的 然後重點是 因為那個賽車啊 他喜歡某一些賽車的主角 所以我還用那個翻糖 幫他做了一個賽車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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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三台車不是玩具 那是翻糖 都可以吃的 不是玩具是可以吃的翻糖 對 然後它還有那個輪胎 那個上面它是那個 義大利麵 然後黑黑的那個是什麼 黑黑的那個也是翻糖 然後那個三台車也是翻糖 他喜歡的那個角色 然後下面是用那個鮮奶油 有當作雪地賽車 然後拼成一個三 有看到嗎 所以是他三四三 喔 這個很重的 哇塞 對耶 對耶 他跟妳的樣子同班很 好險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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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班人都有吃到這蛋糕 都開心的 但是我覺得重點來了 五寶媽 他一家五口小 他每天都會過家 他每天都會過家 妳們現在應該很淡定吧 我現在就不過節了 妳是不是看到這一節日都很害怕 我非常的害怕 就一年裡面 我只願意幫他們過生日而已 嗯 因為你看有個小孩 在幫他們弄些萬聖節什麼 我真的會死人 真的 我光是小孩 我光是小孩子生日 我就覺得是母難日 嗯 沒有錯 每一次到他們生日的時候 我就要開始在揪人 因為一定要揪親朋好友一起來 我平常家裡小小的聚會 就已經可以找到二十幾個人來吃飯 就可能我娘家的人 然後我小姑家的人 加起來就可以有二十幾個人 所以你看這生日會有多麻煩 生日會我還會找到其他姐姐的啊 姐姐的家庭什麼 全部加一加 生日會都可以到四十幾個人 哇塞 然後我都是在家裡自己辦 天 然後我就要開始想說 喔 這麼多人 然後我們家又要主打說 要吃營養什麼 就要開始自己準備一大堆的沙拉 一大堆的食物 而且有一次我覺得最難忘的就是 三四寶 有一次三四寶他們三歲生日的時候 我就在廚房 一開始就已經先準備了一萬CC的 新鮮現打果汁在餐廳 一萬CC 你打多久啊 不是 肚子也是你加多少水啊 對啊 那全部的客人錄唱之後不到十分鐘 我老公就馬上就是 我還在廚房忙 他就說 老婆 果汁都沒有了 再打 我自己準備了一萬CC在那邊 但是因為四十個人 很快就分光了 對 所以我就在廚房繼續消水果啊 然後一直 一直在那邊洗水果 跟繼續打果汁 一直送出去 真的喔 所以我是廚房的瑪莉亞 我很害怕遇到生日 那天你們那個馬桶再沖了一百次 真的喔 每一次最慘的是生日照啊 就是他們生日慶祝會啊 弄得很棒 可是完全沒有我 喔 對 超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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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像我 因為我幫我兒子辦過週歲 然後也辦過收緣 可是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覺得我就不要再辦了 然後以後長大 只要不要去當海頓媽媽的同學 對 因為不會 不要你頭髒 對 可是就是在聖節 完全必都不理不得了 因為學校一定會有盛大的活動啊 是 而且連才藝班 可能當週都說 哇 這個禮拜是Halloween week 歡迎大家穿來 對 然後 平常我就想說買了就算了 可是有一年 我真的碰到我們 我兒子幼稚園的老師就說 欸 就是請小朋友回家 然後跟說今天 我今天這一年就是請爸爸媽媽要幫小朋友 親手縫製Custom 對 你們很合理的 超不合理 因為我直接花那個錢 大家開心就好 可是老師就說 要自己親手縫 然後我還拉我婆婆下身 我們一直做到前一天 終於做好 我連帽子什麼全身 然後腰帶什麼 全部都自己守候 真的假的 對 然後 然後我結果拿出來說 你看 媽媽給你準備了這個皮特片 對 是這個嗎 對 好可愛喔 這超好的 然後她竟然給我哭倒了 不行 媽媽 我想要當man 好 媽媽你這樣很man啊 超man啊 但是她不懂 因為全部的同學都是man 對 她的感覺一樣 綠色 我怎麼可能再幫她縫一件 我說拜託拜託你一定要穿上去 好不容易威脅力 她終於穿了 可是她提出一個條件說 媽媽那我今天晚上要去同學家參加party 你可不可以幫我準備一個那個 就是萬聖節的餅乾 我真的是我是烘焙白癡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好 她知道嗎 她知道海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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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知道海頓是你嗎 真的 沒有她可能期望 還是她認識你同學 真的喔 對啊 我就真的莫名其妙 就變出一盒 就是那類似蜘蛛餅乾 讓她帶去 她才肯穿 夢多 日本他們小朋友也過萬聖節嗎 最近開始了 像那個在東京呢 像我的那個九州那邊就是很像 對不對 九州還好 但是比較那個那個大的像東京大阪 現在很流行 但是流行到日本人很奇怪 就是日本人 一大爆炸的時候開得很寬 就是通常是壓很久很久 然後呢也是很好笑 那個東京的朋友就是穿很多那個 比如說那個cosplay 然後一開始喔 你好你好我是什麼什麼的 我是鋼鐵人你好你好 然後她們就說 鋼鐵人 真的誇張 所以夢多你的新書也非常的誇大嗎 對對對 重新書 重新書對不對 重新書對不對 可以看到 人都給人嗎 可以看到他 他就知道他那裡種人藥 好酸 好酸 超像的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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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早上起來一般沒有 不要Q我會接 超像的欸 哪有啦 而且你還叫夢多 對 作人道 不是 不是 我是九州家長 你沒有 你不用Q我好不好 可以好好介紹一下嗎 可以好好介紹一下嗎 對 那真的 差不多了 其實 欸那個不是 叫做真男人 有點害羞的名字 夢多你用那個喝酒前兩句介紹 然後喝酒後再介紹你的書 好欸 你好你好 我的真男人11月4號 在板橋軍事黨在那邊還有那個前面會 謝謝 喝酒 我看你講 我的真男人11月4號 有婚事前面會喔 朋友也會來喔 助力也會來 小燕小燕都會來 哇 真的啦 我都發了以後走就去 不定啊 整個臉都紅了 你假的也可以這樣 你趕快去整合幹嘛 都會紅 對啊 真的啊 大家可以多多指教 對 多多指教 可以十月上可以看到你本人對不對 是 然後應該是很多二分之一這樣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們真的會不會來 但是應該都會來 對 但是其實我們發現 日本人很會出頭很多 但是我發現 其實我們這邊媽媽也很喜歡出頭很多 沒錯 而且大家喜歡比來比去 對 所以想來問問看大家 你們曾經幫小燕辦過的節慶當中 花費最多錢的是哪一次 花了多少錢 我要請你們寫下來 欸我有點 那個 我懷疑他們會寫少還寫多 寫少表示他們很節省啊 寫多表示他們就是很誇張 請翻版 哇 哇 還有四百萬 我看妳看 四百萬 四百是什麼啦 四百萬喔 而且是 誰是四百 四百是什麼圓喔 四百三百塊 四百三百塊 太誇張沒金吧 台幣啊 你剛剛都小女神裝就不贏了 你持不少東西的四百塊 四百塊 多少錢 物資不很便宜 四百塊妳連那個 一萬CC的果汁都沒辦法 對啊 很便宜啊 我幫妳撿一撿到 對… 八千八百八八 這是車號吧 對… 還是要預住我小孩 還是… 舊子 不要整個車號 有吧 有吧 愛瑞斯一萬二 前面的都很輝瑞耶 其實我覺得兩萬歲 其實是很奢華 但是還算有節制的 兩萬已經算很好了嘛 你看他們 看完他們兩個之後 這兩萬是因為有一年萬聖節 他們… 我兒子自從上了幼稚園 他每一年都要參加萬聖節的派對 然後那一年 學校好死不死說 你兒子要參加 媽媽也要一起參加 所以媽媽一直參加 我親子的萬聖節 不能輸 我就想說不能輸 那那時候我兒子就喜歡 就是彼得潘 小飛俠 那我就去網路上面 我想說如果他扮小飛俠 我就扮小精靈 對啊 那就很可愛嘛 很好看嘛 所以我就去網路上 妳應該是想扮小精靈 再扮小飛俠 可是我真的不想扮成小矮人 所以呢 我… 大家小飛俠就變小矮人 外國的網站去買…去看 去買那些就是萬聖節的衣服 然後買… 可是其實國外網站 你看那個… 好帥喔 其實它是原版的 喔 所以它會比較貴一點 我自己呢 就辦的那個小精靈呢 就差不多七千塊 哇塞 太過帥了 太過帥了 你跟自己比較好 對啊 我自己很高就一萬二啦 你單坐在找秀 那大概要七八千塊 然後加上運費啊等等的 然後寄過來台灣 差不多就差不多要掉了 對 可是其實那個衣服穿一年 你就不能穿 穿一次 因為隔年你就要換新的角色 不可能穿一樣 你不可能再穿一樣的衣服 對 所以其實還蠻浪費的 這兩萬塊 六萬塊你發生什麼事 我六萬塊 但是我是有理由的 因為海頓抓粥啊 非常慎重 抓粥是優關他日後發展那個 等一下 抓粥幾多那個 有沒有足足 有一些東西 他一直就看他那一天了不是嗎 看他抓到什麼 所以是很慎重 因為我爸媽是住國外 所以他們還特地為了抓粥 飛回來台灣 所以其實那時候就想說 那就半慎重一點 那就在飯店 那飯店我們就是大概請了幾桌 就是好朋友還有親戚 然後長輩這樣子 所以就是花費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那在那個場地 人家還以為說 現在有訂婚還是什麼 沒有看到新娘的新娘 但其實就是一個小朋友 其實是有點貴 但是覺得想說 算是也是回饋一下 對 然後孝順長輩 然後大家聚餐吃個飯也好 那時候長輩就 長輩生日的時候幫他辦 你抓粥算 也是 他半分光年了 所以妳還記得他後來摸了什麼嗎 蘇老師 那時候他摸了 他一手摸一個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可能是很 那含義是什麼 放大鏡的含義是什麼 就科學家 科學家 學家偵探喔 對 好可學家 我把照合很會摸高 金鑽絲 喔 對 金鑽絲 這個不錯 對啦 妳好像 太誇張了 妳十萬 妳現在我好多才可以 為這件事跟我那個 十萬妳怎麼活著 真的嗎 當時不知道為什麼是 有人附在我身上 還是怎麼樣 會吃鹹的 什麼解 我跟你說 這跟黃醫生有關 哎呀 又跟黃醫生有關 黃醫師 因為你知道 新手媽媽的時候 都會拿黃醫師的那個文章 當作寶典來看 沒錯 他有一篇文章寫說 建議小孩三歲之前不要吃巧克力 有沒有這篇文章 有 所以三歲生日的時候 就第一次大開沙街 讓他吃巧克力 哎呀 所以三歲生日趴 我覺得巧克力主題生日趴 而且第一次吃巧克力 是不是讓他吃頂級的 對 然後有一間呢 巧克力蛋糕店 他就是主打他的那個蛋糕 是很頂級的蛋糕 我想說 第一次一定要吃 最好的對不對 然後呢 一個蛋糕就大概 一千出頭左右 然後小朋友可能 他不喜歡就是平淡無錫的造型 因為總是會有海盾媽 那種媽媽要平平淡的 對 很像我 所以 所以我就訂了 一起對不對 然後呢 邀約了親朋好友 三四幾個人叫他們的小孩 那有些小孩 也都沒有吃過巧克力蛋糕喔 一起邀約來 還買了一百顆氣球 哇 當時我一百顆 一百顆氣球 錄製會場 然後又訂了那個 親子餐廳整間包廠下來 因為一百顆氣球我要裝潢 然後我當時 人在路上 被風吹的東倒西歪的 把一百顆氣球拿到會上去 對 結果到了現場之後 我想說一定是冰煮淨歡啊 對 一百顆氣球裝飾好了之後 巧克力蛋糕端出來 所有小孩都沒吃過 哇 巧克力蛋糕 今天終於可以吃了 一吃 因為沒有吃過純巧克力 他們不適合 他們不適合 就是 他不太難 就是太苦了 爸爸這是什麼 我不要 這怎麼那麼難吃 然後我當場就是 臉色就很慘 你知道 那個蛋糕沒有人要吃 光是蛋糕 大概就要一萬塊左右 哇 是不是 就是定三十幾個人嘛 對 沒有人要吃 對 然後呢 小朋友就說 這邊東西好難吃 怎麼這麼無聊這樣 對 然後我當場還要拜託賓客說 幫我帶一些回家 因為隔天 依那個一來的要求 我們要去香港迪士尼 所以這十萬塊的費用 我包括去香港迪士尼的機票啊 處處飯店這樣子 然後之後問他 他現在只記得香港迪士尼 完全不記得那一百顆氣球 還有那個頂級的小哥哥 因為是不好的回憶 所以就選擇了 對 對 可是這個 所以他自己也很疑惑 對 你看 對啊 而且那個椅子上是給賓客的伴手禮 就是你來參加韓國的伴手禮 對 是他們的喔 對 韓國有禮物 你是當作那個結婚 你還沒有一個伴手禮 你看一下 像誇張超誇張的 超誇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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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生日怕這樣弄 一定小朋友很開心耶 對 一來說沒有人要吃那個巧克力蛋糕 他不記得那些氣球啊 那些裝飾 對 其實不記得 他只記得香港迪士尼 對 但是你們呢 就是我們很喜歡辦這種派對 但是很多人也邀請大家參加這種派對 你們參加過最高級 或是最搞剛的派對 我是在日本的時候啊 日本是 三歲五歲七歲 叫做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是小朋友 為了小朋友的健康平安啊 就是開了一個 比較傳統的派對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小朋友 我朋友 是很有錢人的朋友 小朋友是三歲 是第一次辦那個這個 三五七 一進去喔 哇賽 就是他家 看到一個 歐壽司的叔父 在裡面 歐壽司的叔父 在裡面 親手捏 天啊 還有很多buffet 這邊是歐壽司的叔父 然後這個 這裡是那個 那個歐美的菜 那buffet 牛排啊什麼什麼都有 我說蛤 我做錯 我做錯地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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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餐廳嗎 然後那個壽司的那個是說 是什麼地方 然後 更誇張的是 比如說 這邊就是很多那個buffet 這邊是那個 壽司的食材 就算 一條鮪魚 一條鮪魚 那麼大 鮪魚 鮪魚 中小型就在八十萬起跳 那麼大 一百多 一百多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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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二十五萬 到三十萬日幣 對 然後主要的是 我們是那個 七三五的時候 就是很多娃娃 比較傳統的娃娃 那像比如說 我家 我朋友家 比較傳統的家 應該是 一二三 五三到六三 然後那個女兒 欸 二十街 就靠近這樣 然後每一個就是 就是穿得很 buffet 跟大阪的歐巴桑一樣 超誇張的 大阪的歐巴桑會生氣 你不要隨便 你來當歐巴桑 每次我已經節目上 已經空氣了同情人 然後 回歐巴桑怎麼樣 他是不是去回九州而已 其他都不同情人 對 要回九州人家 真男人 真的 真的 該要講要講出來 對不對 但是那一件真的很誇張 我聽說他們哪一個晚上 只有一個晚上 太可怕了 快一千萬日幣 哇塞 太可怕了 李哥你有遇過奇怪的嗎 那剛剛講說 那個小孩節慶 找主持人 有一年呢 就是那個mail 然後說那個台中 然後要邀約我 擔任那個小朋友生日的主持人 那因為喔 那個一般觀眾可能 在發動邀約的時候呢 寫得不清不楚的 那我老婆就懷疑說 這個會不會是 詐騙 因為我們常常接到邀約去呢 他只是想跟你見面 對 然後所以我老婆 一般遇到這種狀況 我老婆都懂嘛 就是開一個天價給他 男二自男而退 也不要說好像 拽個二五八萬 說我不接啊 我有工作什麼幹嘛的 那這種小朋友 慶生能開多少 一般喔 合理的行情喔 我們一般主持尾牙 十八萬二十萬就很驚人啊 我老婆給他開了一個 三十五萬 哇塞 你見鬼了 他 他 就喘了很多哭臉喔 意思不是說 他出不起這個錢喔 謝謝你 感恩 感恩 對 他老婆說 你心疼嗎 對 對 他說 你能來我們家裡面太開心了 然後我還到處問人說 欸 這種活動會不會怪怪的 我要問詹老師 詹老師你幫我算錢 那我想說 當我小朋友 因為國小五六年級嘛 國小五六年級的粉絲是有的 是自我 所以我們都說 那個小孩 兩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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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硬要說 他小孩喜歡聽我講笑話 真的 他一叫就是聽你講笑話 從肚子裡面開始 我跟你講那個現場金碧輝煌 在台中的 最頂級的耶 那個一進去喔 那個氣球那個都不用說了啦 那現場佈置著金碧輝煌 天啊 然後他給賓客的那個 那個謝禮有沒有 我回去打開才知道 一打開 來 哇塞 不是鍍金的喔 是純金的殘廚喔 那當然比較小字啊 但是那個也很驚人 我粗估啦 包含我 跟那個小某的組織費用 那現場的佈置 還有那些有的不的 我看 哇塞 很誇張 那一次他滿這樣很開心 對我賺不給口 後來今年又找我去的 但不是小孩生日 更妙的 他換他妹妹生日 他妹妹喔 不是他老婆 不是他女朋友喔 是他妹妹 跟妹妹 是妹妹還是跟妹妹 我本來真的懷疑 結果後來證實是真的妹妹 喔 那有錢人找排場就對了 不過冰煮淨歡 矮花了錢也值得 是啦 尤其今天應該很多人 有那種花了錢 然後又冰煮淨 不值得了 對 就是我 你看我剛剛不夠講個萬聖節 就被你們虛成了 你更慘有多慘 對因為我女兒四個月的時候 我想說她老二啊 就是從剛出生我都沒什麼 care她 所以我就覺得 她四個月收口水的時候 我要幫她自己DIY 就是那個收鹹餅乾 就是一串的那一個 然後我就真的是發了狂 就是在那個禮拜 我就瘋狂的從餅乾開始練習 我從來沒有考過喔 我就開始練習 然後連糖粽都開始畫 我大概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我都沒有跟我老公跟小孩 同窗共眠過 好不容易 就是當天我真的做出來了 然後呢 我兒子因為太想吃了 我把他擺在高的地方 我還怕他拿 我擺特別高 他就搬椅子 然後爬上去 把一整盤拉下來 喔喔喔喔 我都帥了 然後我想說老娘過了一個禮拜 你就這樣子 全部都沒人 然後我就瘋狂的尖叫 然後我就罵他 然後我老公 他就 他也感覺到我很生氣 然後他就很 就痛哭 然後跑回房間躲起來 然後我老公就 因為他也忍了很久 你知道嗎 他就看到我兒子這樣 他就說 他就真的罵我 他從來沒有罵過我 他跟你結婚那麼久 從來沒有罵過我 但是他就罵我了 他說 你為什麼為了這種小事 就是這樣罵小孩 他不過是想跟他妹妹一樣 有一串特製的餅乾 對 我聽到當下 我才真的醒過來 你知道嗎 我想說 喔對 他可能就是老二出生嘛 老大可能有點激怒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默默的自己 又飄回廚房 然後又哗哗哗哗 然後趕快就是幫他做一份 然後妹妹也做一份 這樣我老公才放過我 這是你做的 這是你外面買的吧 好漂亮 好夜做的 這很美耶 這很漂亮 這很強 對 很好做得非常好 已經很專業了 好感動 已經很專業 我覺得像是買的 你為什麼當時不去用買的就好 對啊 對啊 對 對 對 因為有我的 愛 OK 媽媽的愛 這個做起來是真的不容易 沒錯 畫到整個眼睛是紅的 但是我已經決定以後 就是請海敦媽幫我做 對 對 你還有下一胎就是 對 我覺得你那個只影響到你們家 一家四口 我覺得我這邊更慘 你知道嗎 因為我之前也是 我兒子每次就是只要Halloween 都會很認真的跟我講說 媽咪我想要辦什麼 那去年呢 他又跟我就是出了一個主題說 他想要辦吸血鬼 所以我就一大早起來用肺子膏 幫他把臉就是塗白 對 肺子膏你不能用一般的肺子粉喔 肺子粉會斑駁喔 應該用肺子膏 然後把臉塗白以後呢 然後再幫他就是擦那個黑眼圈啊 然後再那個血啊什麼 就是整個人弄得 哇很可怕 我覺得哇賽 這去學校我一定贏了這樣 結果後來沒想到 我那天接他下課 然後他一上車就是哭哭臉 然後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了 今天不是去學校應該要很開心 然後他說媽咪 我跟你說 今天都沒有小朋友想要跟我玩 太可怕了 重點是他最喜歡的那個女生 然後嚇哭 然後咩 然後崩潰說 你不要再接近我了 拜託你離我遠一點 然後他就說 你害那個誰誰誰以後都不跟我玩 媽咪我很討厭你 你不要以後再幫我弄這麼可怕了 然後他說不是啊 我們只是想要盡力有沒有 你自己做了一個吸血鬼 我盡力把你弄好 這樣也不對嗎 因為你知道萬聖節是 其實現在小朋友都會要過的 對然後在學校也要過萬聖節 所以就一定要幫他過 那這樣每年就要開始問他說 你今年想要當什麼啊 可是小朋友你問他他一定會說 我想當蝙蝠俠 隔天又跟你說我想扮小丑 所以他會換來換去 對然後所以有一年其實我是跟他說 那不然 因為他有個小小兵的那個睡衣 我跟他說那你就穿睡衣 對 這樣也太神奇了 對啊可是後來他本來有答應喔 然後後來他又說 他想當貓王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們有一個貓王的那個假髮 是爸爸的 然後想說就傳承給下一代讓他這樣 你都會這樣 為什麼會有貓王的假髮 因為在後期爸爸 為什麼會有貓王的假髮 也就是有一個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為什麼 你有看到嗎 他不知道貓王是誰嗎 對 他不知道所以你要幹嘛 會不會我以為是這個 是沒有用的啊 然後 你看他的 你看他的那個 其實他太大了 所以他頭會被遮住 然後呢 身上的那個吉他是 我跟他一起做的 就是我用厚紙板做成一個電吉他 這樣 好然後呢拍完照 當下他是很開心 他說好我要當那個貓王 結果隔天他就說 媽媽那個帽子會遮住 就那個假髮 假髮會遮住他 然後他就不喜歡 然後就說他要辦那個 就是現在也流行那個 星際大戰的Song Troop 然後就是那個風暴兵 有看到他嗎 有 拿著好厲害 拿著光劍那一個 好酷 你看他的一群朋友們 就是 對 就是 媽媽 這個不能輸耶 真的 這個你如果一群人這樣 你貓王去 你真的會被笑到死 對啊 他會用到我換成這個啊 但是 你有覺得你那個浩克好嗎 這是一個超級 浩克 真的很好笑 浩克很有錢 對 他整個都知道他是誰 對啊 對啊 連媽媽都認不出來啦 不是 媽媽說那個 那個貓王去 然後大家認不出來 都說那肥哥 欸 有像有像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的萬聖節就是 是還滿花心思的 真的 真的 真的驚喜 這個是 就是他的小小 就是他的睡衣啦 然後這也很可愛 不是我們 媽媽會用一半這個 我們帶他去天虎 有那個每年萬聖節 都有那個藥物 遊行 對 可是小朋友真的太幸福了啦 真的 從小時候那有萬聖節 然後後來看卡通硬要過 然後我姊姊一直吵著要過 我媽媽就把他那種 很古時候的衣服給他穿 我姊說這是什麼鬼 古時候的衣服 這 靈頭姐 靈頭姐 也是鬼啊 幹嘛 然後我姊姊到時候穿 就穿了出門來看 我是靈頭姐 有沒有賣粽子的啊 好可愛 遇到這種奇怪的衣服 不過其實媽媽真的很多狀況啊 就是在捷徑的時候 你們怎麼樣隨機應變 見招菜帳 有沒有什麼好方法教教大家 我有一次萬聖節真的很慘 我就一樣包場 而且我跟你說 萬聖節不是要吃什麼 應景的節目 那個食物嗎 然後呢 我就請了一個很 很專業的那個大廚 想說就是應景也要健康 然後就請他做一些什麼 蔬菜肉捲啊 然後看起來像倭婆的手指 有沒有 然後那種番茄濃湯 看起來像吸血鬼的湯 那種對不對 結果好死不死的是那個 大廚可能就是很夯 然後那天就一天接了很多場 結果 我就自己真的跳下場 當竄場主持人 然後還煎蝴蝶姐姐有沒有 就一直在那帶動唱啊 然後過了一兩個小時之後 食物才終於送到 我想說 我這麼健康又應景的食物 是不是孩子跟爸媽都會喜歡我 因為太健康了沒有味道 然後那個小孩在那邊 跟爸爸媽媽說 我覺得這邊的東西怎麼那麼難吃啊 然後朋友也 因為那個賓客都是朋友 大家也不好意思說什麼 然後大家就真的不吃 然後就覺得小孩就露出那種 肚子很餓這邊很無聊的臉 我只好趕快打電話給 披薩哈跟麥當勞 送薯條跟漢堡過來 才解決了這個窘境 對 而且那個食物沒送來 其實那很尷尬 很尷尬 因為我參加派對 我就是要吃東西啊 對 可是問題是送來 他們也不吃啊 太健康了 其實我最害怕的是 小朋友的問題 像有一次在派對上面 然後明明氣氛很歡樂 然後我兒子一個同學就問他說 你上次考試考那麼低分 你爸爸都沒有罵你嗎 然後我兒子就說 結果過三分鐘 我就聽到一個小孩說 你為什麼讓我不快樂這樣子 因為他分數很低 他爸爸就打他 所以他跑回去找他爸爸 然後他就罵他爸爸說 為什麼別人的爸爸 就是只要他快樂就好 為什麼你要打我這樣子 然後他爸爸就一直在安撫他 然後我就很不好意思 然後後來他爸爸就來問我說 為什麼 對啊 其實沒有不好意思 小朋友不懂事這樣子 然後就在同時這個時候 就一個女生 跟一個男生 就打起來 那男生好像拉他的辮子 還是什麼 然後兩個就打在 就在地上打滾 然後那女生就從那個樓梯上面 疊下了 對 然後那個媽媽就大叫 你知道嗎 然後小朋友尖叫 然後整個現場就亂七八糟 這好可怕 對 然後我嚇到了 後來還好後來 真的很可怕 後來我知道 在派對的時候 一定要準備那個 小禮物 就是一包裡面 全部包很多餅乾 小玩具 什麼 因為小朋友其實 很容易轉移注意力 對 只要他們就在吵鬧的時候 你看這個送給你們 他們就說 這什麼東西 他就忘記 忘記的錢 聰明 對 但是我發現很多時候 都有這種尷尬的狀況 你有沒有遇過那種 很驚人的感到 我在日本 那個就是也是有錢的 然後那個收錢換錢的時候 就是很多 其實那個也是 有錢的人的幾何 然後有一次喔 他的老婆還沒回來 然後就是 我是一個人去 然後都是女生 然後他就是 欸 最近聽說 跟女生那個 就是他的有錢的老婆 跟老婆都是對話 然後他們講話是很客氣的樣子 欸 聽說你們 你們公司現在做得還不錯 但是你們 應該到成不了三年 開始就是笑不笑的喔 真的 我也是他們是聊天 然後在門 聽到 那是另外一個女生 開始嗆回去 啊不會啦 因為就是 我們公司很有錢 主不像你的公司 對 尷尬 然後我在中間喔 我在中間 雖然他們是很客氣的聊天 然後呢 這是這個 這個是金融業的 金融業的公司 然後這邊是 改房子的 然後他一句話 搶他說 沒關係啊 反正你的公司就是 然後我繞到那邊 然後想說我一直在看手機 我朋友是 他的老公是我朋友 他們還沒回來 趕快回來 趕快回來 好精采喔 在旁邊我就是流汗流汗 都開始打起來喔 真的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是 啊沒關係我先吃飯那個 切一下撒心理 用刨子 卡卡卡 那個很尷尬知道嗎 對 然後什麼什麼 結果那個一個女生 啊沒關係 老公還沒回來 但是我們先喝酒吧 香檳 砰砰開 喝一鍋的時候 就拋走了 太熱了 日本人喝黃醉作片 開始做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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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聽說那天他們 很慘很慘 真的喔 然後後來他們的老公回來 他們來處理 他們兩個人的事情 天啊 所以日本人就是 就是很表面 不用相信日本人 結論 結論 對啊 對不對 好不過 剛才講的都是一些 比較誇大奢華 或者是自己 這個犯 就是 大家最後 沒有賓煮進歡 反而把自己搞一頭灰的經歷 對 那後來有沒有學會了 教訓之後 有一些 簡單輕鬆的 對 有沒有 像我啊 因為之前我都覺得 就是半火動總是要準備小點心嘛 那因為 怕麻煩 我們就會常常想說 叫外匯就 來就好了 可是通常叫外匯 你隨便叫起來 就是六千八千起跳 然後後來呢 我就做了這個 團隊團隊的那種狀況就是呢 我們在帶起來的時候 小孩還沒睡 我們就已經睡了 然後我覺得 最難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吃飽的時候 吃飽的時候 很愛睡耶 但是你又要撐著 因為你眼睛真的一閉啊 小朋友可能一下子就跌倒 或幹嘛 那遇到這種狀況 有沒有什麼可以救摸 因為我們真的就是不能躺平睡 這個實在是講起來有點難過 心酸啊 對 那原則上 我們只能從一些小小的方式去 減少這個狀況的發生 比如說你吃東西 如果你吃精緻澱粉 白飯啊 或是這種 就是糖 含糖飲料 或是零食 那你當然之後 血糖一波動 你可能就會開始想睡了 至少我們吃東西要健康一點 那比較不會說 一吃飽馬上就昏昏欲睡 那當然第二個就是 我以前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我大概知道我撐不住了 我一定要先打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比如說今天就是小孩跟著我 媽媽已經很幸運的交給我了 但是顯然我已經快撐不了了 那我一定會把 至少先把門鎖起來 然後環境先弄著 就算它要滾來滾去 我仔細看一下 不會摔下去 不會摔下去 對 然後沒有危險的東西在附近 趁著我最後還清醒的時候 我做這件事情 那就算最後不小心昏倒了 至少孩子是安全的 好辛酸喔 對啊 那小寶寶的時候 真的 長大就沒關係啦 講故事講到睡著 其實我們很常做這種事 那小孩其實也不會很在意 他自己就在旁邊滾啊滾啊 自己就睡著了 也還好 對 好 加油了 媽媽們 我就做了這個就是 萬聖節的小點心 因為南瓜泥一次弄又很大嘛 對啊 然後我就在這個 那個上面刻那個 就是像南瓜的那個鬼臉 然後裡面放的是炒飯 像這個是那個掃把 女巫的掃把 好公平喔 上面是那個熱狗 然後上面就是用那種 Pocky的餅乾這樣 好公平喔 而且還是煮錢更賣 而且這樣會有點危險 我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就是其實有時候 在辦派對的時候 小朋友其實不愛吃東西 對 然後通常呢跟同學玩 可是如果就是一人一個這個 然後一個這個 再加上一些小蔬菜啊 其實就少了 其實就少了 但是海燉媽不能輸對不對 我先講簡單好了啦 這樣大家心情就不要 為什麼這麼複雜 妳手上拿的是說明書嗎 對啊 其實現在啊 如果妳要在家裡辦派對的話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那種 就是免費可以download下來 對 對 然後像這個 妳就可以寫 比如說小朋友的名字啊 然後可以有邀請函 這個都免費的 然後像妳有主題 像比如說我是車子的主題 我消防車 然後或者是什麼 那這個旁邊都可以寫 小朋友的名字 然後或者是菜的名字 欸妳們真的還會弄邀請函喔 對啊 妳知道現在有賴群組嗎 對啊 賴群組就好了 對啊 來參加派對有非常有感覺 然後像這個也是可以剪下來 然後妳就貼雙面膠 然後妳看喔 這樣子很簡單 就是把它黏上去 然後就每個杯子這樣一開 然後準備什麼小朋友喝牛奶啊 果汁啊這樣 就很可愛 就很有氣氛 然後我覺得派對還有 就是妳要有一個 譬如說像萬聖節好了 那我做了一個 這個 這什麼 這是一個 南瓜麵包 這是麵包 對 這是麵包 然後就 開始來切麵包 好 殺死 裡面有什麼 什麼機關 有什麼 妳最好有好機關 妳 好厲害喔 妳應該很長 妳應該很長 這是那個小饅頭啊 好厲害喔 可是我們烤的時候 裡面不會融掉啊 對啊 對好這就是機關 就是呢 要解密了嗎 好 就是麵包是先烤好的 然後呢 就在麵包的底部呢 先挖一個洞 這個不要丟掉 然後妳把糖果都塞進去 然後再把它塞進去 再塞進去 對 喔 像那個托馬的圓泥一樣 海德媽做的東西 真是逼手妳直接做媽媽 但是沒關係 對 其實現在有很多地方 就是 他們都會幫妳企劃 規劃好這個Party的活動 妳只要人去就好 對 像去年我兒子生日人 然後我就選擇了在一個 打雷射槍的這個地方 對喔 其實他們就是小朋友到了 可以分兩隊 然後呢 一到了呢 他們就到進去那個 雷射槍的那個地方場地呢 那裡面它有一個機器人 所以呢 你們雙方的這個兩隊呢 去打那個機器人 這好 那分數高的那一隊就會贏嘛 那其實它總共總長 就是在兩個小時的派對的時間 但是其實很多的時候 他們都在裡面 那他會給妳一個小包廂 那包廂其實裡面就是有 包括飲料 還有一些吃的東西 吃的東西都有 其實這樣子兩個多小時 十個人差不多五千多塊 其實是在上面 對 而且重點是 大部分的時間 小朋友都在裡面玩 然後中場休息 差不多十分鐘到十五分鐘的時間 然後一下子 他們又再進去裡面 那爸媽也都買不中耶 我們現在還有酒 妳還在喝啊 不好意思 那沒有提供酒 可能爸媽要自己帶她 所以其實我覺得那個方法還不錯 那其實還有就是 如果真的 我覺得現場佈置 其實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小朋友真的 不會去記住到那個 什麼現場有多好看 一百顆氣球 可是我覺得蛋糕很重要 對 所以我在網路上面 就找到一個網路 非常超紅的蛋糕 它叫做 什麼意思 蛋糕 它其實呢 這個月亮在上面呢 它可以克制 什麼意思 它可以把妳的名字 還有妳的束縛的話 放 刻在上面 這就Happy Birthday 對 Forever 其實蛋糕呢 吃完了之後呢 這個其實是可以留下來的 可以當小夜 可以當小夜 可是這不是吃的 這是燈 裝飾用 可以留下來的 好美喔 對 那你們還有看過哪些 比較有趣跟輕鬆的一些派對 你們吃過那個九州鬆餅嗎 有 像那個他們的 雙大便啊 然後 反正是日本的 在日本也是 他們是一個Family Day 然後 它就是說 他們是家庭 比如說可以 一個小時好像多少錢 目前很便宜 五六百塊而已 然後跟小班要一起做鬆餅 然後他們可以做Happy Birthday 這個東西我覺得 現在就是這個社會 比較缺就是 那個 小孩跟那個爸爸的互動 親子的互動 就是讓老師付錢 就是可以賣到很多回憶 但是我覺得那一種的是 做再給小班要吃 然後 小班一邊 可以學習這個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有時候是說 是 到底是小孩喜歡 還是你喜歡的 對 我發現很多都是 那個家長在做 自己喜歡的事情 不過你看 就像開開心的小朋友 有很多美感 我們要小心 所以呢很多育兒的東西 就用來看黃醫師 對不對 黃醫師 今天來跟大家打個廣告 就是我現在做這個 黃聰明的食堂育兒 很多人可能已經 有書了 我也有 那我只是很 很有熱忱的 想要把 我們這些育兒的方向 能夠定出一個 醫學研究 已經有成果的方式 對 不然理論太多了 所以我幫各位讀書 幫各位讀論文 然後我在這裡面 我會跟你講說 這不是我個人意見 這是有研究 有憑有據 對 所以這是一本書 不是它是 線上課程 對 還好 所以上去 有一本書就麻煩大了 因為會美夢多大 對 不會了 不會了 因為其實書有的時候 爸爸媽媽沒有空看 對 像這種就是一堂課在15分鐘 你不管是開車的時候 或上這個中間中休息的時候 你用聽的 或是你想要看到我也可以 但用聽的也可以 那這樣的話 你如果錯過了 你可以回過頭再聽一點 對 那每一堂課大概都有 因為有十個主題 分成二十堂課 所以你大概每一堂課 所以你大概每一堂課 對還有二這樣子 對 然後我看到任何的困難 黃醫師好像講過 有一個研究的方向是怎樣 你都可以回過頭再去聽 所以各位朋友 有小朋友的問題的話 就聽黃醫師的線上課程 有老公的問題 就看真男人好不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記得上 我媽媽老公的轉轉 跟我們最後一會兒幫大家 拜拜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研究 都好像是 跟小朋友的童年有關係 比方說我也是做了這節目之外 知道好像全球要一起吃飯 然後其實對小朋友的成長 會有很多很多很棒的幫助 好像童年也是對不對 是是 其實這是我做那個育兒課 很重要的一個信念 美國現在也是在做這樣的研究 他們就是發現說 很多很多的成年人的疾病 最後你可以追溯到 共同的一個危險因子 就是他童年的家庭的穩定度 那你很難想像一個孩子 長大然後到成年 然後他可能失眠 有一些三高的問題的糖尿病 或者是一些骨質疏鬆 這些問題竟然可以追溯到 他童年家庭可能有一些壓力 所以那個叫做AED 就是這個 童年創傷指數 就這指數一高 那麼他未來一整 一輩子的健康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現在 你看疾病管制署 美國疾病管制局 竟然在管這件事情 一樣問題 疾病管制局管疾病就好 管人家家庭幹嘛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 這是第一步 所以希望我們的家庭 至少讓我們孩子在裡面 不要受到傷害就好 我們也不要說 我們要給他 什麼樣多好的幫助 不要讓他受到傷害 他不傷害 那他在成長過程當中 心情穩定 對於這些壓力的控制下 他不會就是 祈福很大 了解 那麼他未來的健康 就比較能夠得到基本的保障 那國家你看 你可以想像嗎 對 國家之後就不用花那麼多錢 來去治療你這一輩子 很多很多的慢性疾病 怎麼知道 跟童年那樣有關係 是是是 所以給孩子一個 穩定的家庭童年 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加油 再也就好 再次翻譯 再次翻譯 這是一個 太奸 搭配 不太奔 這個 是 有 有